大家好 我是Rex 如果說上集是動畫原創的文系頂峰 這集就是打戲的高潮 曾經上集的費倫蓄力一轟 令人沒想到的是有回憶加成的攻擊 竟然沒有成功打擊到複製體 福利連趕緊用地獄夜火 掩護費倫 當然原作是這樣 但動畫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必須得說我看到第一眼這段原創時 整個人都瘋了 福利連複製體竟然連黑洞都戳得出來 圖片的C圖為NASA的詹姆斯微博太空望遠記 觀測到的紅色黑洞 動畫組畫得也太美 複製體運用黑洞本身的超強重力 吸收岩石後再噴發出來 有點像是火影的地爆天心但更吵一點 這裡有黑洞的原因 或許是為了鋪陳福利連複製體的最後殺招 我們繼續 福利連被攻擊的時候一開始會以為都沒達到 實際上只是太快了 我們放慢看可以發現這些藍色的光 其實是由防禦魔法組成 擋住完前面之後 再擋住從後面噴過來的攻擊 福利連整個音質煞爽 帥炸了 之後福利連用這些岩石組合成巨大的傀儡 這個魔法是過去就使用過的 將傀儡一樣操縱石頭的魔法 登場在動畫第五話 我特別喜歡這種不只是原創新的東西 而是舊的魔法也能展現新的用法 更符合大魔法史專研魔法該有的樣子 原本只以為可以大風車的傀儡 其實還有更強的性能 那就是能夠和施術者使用一模一樣的魔法 可以發現和福利連一起使用了毀滅之雷 雖然打碎了複製體的防禦魔法 但殘留的魔力竟然可以重新吸收變成魔法攻擊 好險被費輪打斷了 這裡就是強調福利連弱點 施法的時候會有短暫的停止魔力探知 但福利連其他方面的技巧很高 所以還是擋下來了 裡面在門外的其他人的任務 就是要阻止複製體往裡面前進 是說沒特代真的很有實力 還可以計算出複製體的正確位置 應該是用某種探知魔法 因為從後面來看 可以得知這種魔法不是像普通的魔法史 單純感知哪裡有魔力 而是能知道哪個魔力是哪一個人的 而且有分成遠距離和精準度更高的近距離探測 或許福利連也多少會議點 只是沒有沒特代擅長 那在會議中 率領大家就是最為老練的鄧肯了 讓大家分組對抗複製體 透過正確選擇對手正視他們的優勢 那利希塔和拉比捏一組 剛好是有過衝突 特別有戲劇效果的一組 動畫原創一樣很多細節 像是複製體康裂和拉比捏 先察覺到敵人的是拉比捏 所以他身體已經完全轉頭 康裂只有轉一半 是因為康裂比較不擅長魔力感知 這裡連複製體都完全繼承 因此另一邊的利希塔複製體 也能馬上低頭奪過攻擊 更不要說特別擅長探知的沒特代複製體 完全可以對抗高速移動的拉歐芬 那另一邊戰勝複製體的利希塔和拉比捏突然遭受到偷襲 原來是複製體冉哲出現了 但利希塔說自己沒有中斷過魔力探知 這其實就代表 或許冉哲在自己的頭髮上附加了多重魔法中的其中一種 就是能隱匿自身的魔力也說不定 因為實際上 冉哲是屬於近戰特化魔法石 適合對抗大部分擅長遠距離攻擊的魔法石 然後這裡又再度強調了 利希塔仍還是不壞的 提醒拉比捏趕快摔瓶子 否則失去生命的話 連下次考試都沒辦法參加了 之後鄧肯馬上就趕過去了 鄧肯說還是來不及嗎? 這代表說他感知到冉哲的複製體來了 所以說冉哲就算能隱匿魔力 但一旦進入戰鬥 也就是使用其他魔法的狀態下 隱匿魔力的效果就會消失 講一個小小的不是劇情上的爆雷 那就是海塔使用的隱匿魔法 可以讓人無法被魔力捕捉到 適合潛入作戰 所以說這裡 冉哲會使用其實並不奇怪 因為本來就有這種魔法 之後鄧肯確認自己打不贏冉哲 所以選擇觀望 此刻尤貝爾在得知 為了通過考試必須打贏冉哲後 決定要出手 但被蘭特吐槽 你在說些什麼? 你可是連維亞貝爾都打不贏吧? 大家注意啊 尤貝爾講了一段本作非常重要的觀點 那就是尤貝爾知道自己是 實力遠不及鄧肯和維亞貝爾的三級魔法師 但是自己也可以打贏冉哲 其實光是前面鄧肯讓大家選出自己害怕遇到的對手 然後分組去對抗時 就已經暗示過了一個觀點 那就是魔法使劍的戰鬥 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剪刀石頭布 關鍵不同的魔法特性 就算是三級魔法師 也能擊敗在魔法師中被稱作怪物的強者 一級魔法師 否則福利聯怎麼會說自己有輸過魔力量比自己還要少的人 尤貝爾說自己擅長的是大概什麼都能砍的魔法 只要自己認為砍斷的東西就能砍斷 認為不行就砍不斷 蘭特說這是隨便用防禦魔法就能擋下的東西 在自己的觀測範圍內 冉哲的頭髮施加了許多重能披抵防禦魔法的魔法 尤貝爾知道自己看不斷防禦魔法 因為防禦魔法就是拿來擋住魔法用的 但這種理論不重要 是關於想像的問題 因為那只是在頭髮上有施加魔法 本質上還是頭髮 之後真正的冉哲說 果然我的複製體對手是尤貝爾 勝負自己都猜到了 恐怕連戰鬥都撐不上 那正是因為他在兩年前的二級魔法使測驗 看到尤貝爾殺死了一級魔法使布魯格 把他變成了戈壁棚的2.5條 尤貝爾太強了 而且尤貝爾還沒有使出權力的樣子 那布魯格的不動的外套 是專精防禦 任何攻擊魔法都無法穿透才對 而且考試有規定不能殺人 這只是保護參加考試者的措施 所以沒人擔心布魯格 但尤貝爾明明才剛成為三級魔法使沒多久 就把一級魔法使布魯格幹掉 之後就是尤貝爾分享自己是如何幹掉布魯格的 尤貝爾的家境不怎麼好 有一位髮型在動漫中屬於高危險族群的姊姊 時常要進行裁縫的工作 尤貝爾很喜歡切割的聲音 讓他知道布料這種東西是可以被切割的 但不動的外套那可不是一般的布料 上面有著一級魔法使的強大魔法 螞蟻無法想像自己採扁巨龍 但尤貝爾可以 就算憑著理性和智慧知道自己看不斷 但是靠著想像竟然就做到了 這是屬於超越人類精神的才能 原作中大家可以看到 尤貝爾去翻染者的櫃子 從裡面拿剪刀出來 因為不懂為什麼會知道裡面有剪刀 所以動畫主改善 染者桌上就有剪刀 更合理的讓尤貝爾拿剪刀示範 邊說話邊解釋自己可以剪開布料的原因 但配合上最後一句 覺得染者的頭髮很漂亮時 染者感受到的壓力 因為大家也知道 平常剪頭髮就是用剪刀 這一段把漫畫第六圈的圈內插圖給放進來了 也就是問染者保養頭髮很麻煩吧 染者的回答就是圈內插圖的內容 保養頭髮根本是地獄不敢去想 最後加入一段原創台詞 讓整體變得更通順 麻煩就剪掉啊 甚至不只是如此 從後面梅特帶說的 魔法使之間的戰鬥就跟猜拳一樣 因此象徵尤貝爾什麼都能砍的剪刀 能夠切斷代表布的布魯格和染者 用一種非語言的方式暗示觀眾們 這個剪刀石頭布的道理 我只能說真的很細 更不用說這裡整段 鏡頭都是這種染者抬頭看尤貝爾 尤貝爾服飾染者 但一開始角度還不明顯 從拿起剪刀開始 尤貝爾的位置越來越高 用這些鏡頭呈現出尤貝爾的壓迫感 而且一開始進去房間時 因為失去資格 所以站在陰暗的角落 但最終卻是在夕陽照射下離開 透過光景和角度 緩慢的轉變 最後印象出 勝利和強勢的角色是尤貝爾 我只能說動畫組瘋了 太細了 而且或許尤貝爾當時就知道 染者魔法是操控頭髮 也可能不知道 但用尤貝爾的話來說 跟知不知道沒有關係 或者說根本不重要 因為染者在那當下 就認為自己贏不了尤貝爾 而魔法是相像的世界 在他當下 染者已經輸了 那另一邊的梅特代 馬上就感知到 染者的複製體被尤貝爾擊敗了 夏爾夫說真是意外的結果 但薇亞貝爾說 會嗎?只是能力不適合 所以薇亞貝爾才會是一名厲害的魔法使 因為他不會只看表象 認為一級魔法使不會被三級打倒 而是親屬在魔法使的戰鬥中 本來就充滿了各種組合和可能性 並且染者以外 危險性最大的複製體 就是Dunk和費倫 之後動畫原創的 拉厚芬類似編織的魔法 和梅特代吸收 或者多種別人的魔法的魔法 這些都再次出現 或許已經算是確定 這兩種魔法之後會再回流到漫畫了呢 然後圖恩在漫畫裡的殘樣 在動畫沒有出現 或許是給他最後一點尊嚴啊 在最後的精彩戰役中 費倫和福利連討論了分鏡 動畫原創成了第一人稱視角 算是滿新鮮的一種體驗 不管表情與動作都很絲滑 頭髮的飄動也很有感覺 或許是為了鋪陳最後一段 因為我會小看費倫 所以福利連才會鳥看費倫 呈現一種福利連在上位的感覺 下一段 複製體使用了我不知道是什麼的魔法 但我知道這時候只要說太屌啦 之後複製體釋放出了大量的魔力 使用了黑色的魔法 整個魔法陣超級巨大的 雖然這魔法擊破了福利連的防禦魔法 但也有可能福利連是刻意露出破綻的 所以這魔法是什麼呢?很神秘喔 但更神秘的是福利連真正實力的壓箱寶 也就是複製體所展現的 只看費倫一眼 就釋放出了壓倒費倫和魔杖的攻擊 這種攻擊甚至完全感受不到魔力 沒辦法將這次的攻擊視為魔法 首先透過動畫的連創可以發現 這個魔法是持續進行的 或許是類似重力魔法 好不斷壓制費倫 其實透過前面的黑洞 我覺得是重力魔法的可能性很大 因為黑洞和重力本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竟然都能戳出重力極強的黑洞 更不用說現在只是單純使用重力了 那這個魔法有類似巴盲星的魔法陣 是福利連不用魔法杖就能使用的魔法 最後福利連和費倫贏得了戰鬥 福利連說自己就80年沒有被逼到走投無辱 使用出這個招式 80年前也就是與勇者一起人踏上旅途的時候 或許就是對戰魔王時使用的也說不定 那福利連破壞掉綏靖的惡魔 漫畫中使用一般攻擊魔法 這裡抬個手就解決了 可能是為了更強調水劍的惡魔本體真的很弱嗎 結尾福利連再度被寶箱怪吃掉 原作中寶箱怪只有一個 但動畫有三個 代表福利連已經被吃過好幾次了 而且還不放棄 十分搞笑呢 最後一樣給大家推薦的Live War Toon平台 看更多奇幻冒險和魔法相關的漫畫 現在輸入兌換代碼 REX漫畫2403 就能搶到500份限量師妹代幣 喜歡這支影片也能訂閱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